大家好 欢迎收看圈内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张学友为人不知的荒唐史 出轨林嘉兴 王祖贤 关芝林等经典床戏 与黎明撕破脸皮 张学友在男人四时出轨林嘉兴 李立珍 王祖贤 关芝林的经典吻戏 男人四十岁的时候虽然不算年轻 但也不算太老 这个时候的男人更成熟 散发着男人最后的魅力的余晖 而很多女生都很喜欢大叔 喜欢她们身上那种成熟 和她们照顾人特别周到体贴的感觉 所以年龄不是她们所考虑的问题 而林嘉兴就是这样一个女孩 那时的她浑身都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美丽的脸庞和娇好的身材 也是众多男孩们心中的女神 可她眼里只有歌神张学友 今天我们就来欣赏歌神张学友 与林嘉兴 李立珍 李若彤 王祖贤 关芝林等角色美女的经典之作吧 张学友与林嘉兴 在《男人四时》这部剧中 张学友扮演的男老师成熟有才华 有经历过岁月洗礼的男人魅力 而林嘉兴扮演的是学友哥的学生 学友哥在剧中有两个孩子 是老婆和别人的 这样的生活让她乏味压抑 没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在林嘉兴的大胆和主动下 张学友终于沦陷了 两人发生了关系 这个年纪的人都有一个共病 对于老婆就不好使 对于鲜嫩的就如狼似虎 从这方面可以看到男人 永远都喜欢一种女人 那就是二十多岁的 当然张学友在演技方面是非常棒的 这样一个电影绝对不能体现她的演技 张学友与李立珍 李立珍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一代人的梦中女神 她外表清纯可爱 但性格大胆火辣 能与冰与火共存 与她拍吻戏 想必张学友也是很开心的吧 而且还是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头朝下的吊吻 各位都没有尝试过 有机会不妨试试 张学友与关之灵 这个美艳动人的天然大美女 年轻的时候可以说是风华绝代 能吻一下那真是自生足矣 要是霸王硬上功 但是吻有很多种 像歌神张学友这样 上去就肯的不多见 同时她也体会了 关之灵另外一种柔美形态的吻戏 这种体验真的是让人羡慕 张学友与王祖贤 王祖贤是初代古装玉女 她的聂小倩太深入人心了 这么美的女子 品尝起来一定是特别爽的吧 我们的歌神之所以歌声这么动态 想必年轻时 嗓子太滋润了 张学友与李若同 最早期的神仙姐姐李若同 小龙女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那么清纯脱俗的李若同 没想到当初她也是这么主动热烈的时候 难道是被歌神吸引了 这忘我陶醉的样子真让人羡慕 张学友与张曼玉 张曼玉也是一代美女 气质身材也绝佳 感觉学友哥的艳福真的不浅 几乎把那个年代所有美女都撸了一遍 牛人啊 张学友与刘嘉玲 刘嘉玲年轻的时候也是风情万种 难得一见的美女 这种鸳鸯欲的感觉 不知道梁朝伟先生有没有体会过 难怪张学友结婚之后 一直没有传出绯闻 这年轻的时候 什么样的美女没有碰过 现在的娱乐圈女星 很多都像多胞胎 跟张学友的妻子都没法比 更别说入她的眼了 歌神张学友的一生真是太幸福了 让多少男性羡慕嫉妒恨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圈内娱乐 敬请关注哦